這個短片呢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F2Ecos這個遊戲 那這個遊戲呢其實它畫質非常好 而且又畫得還不錯 那但是呢你如果要玩這款遊戲的時候啊 你會遇到一個困難 我給各位看那困難是什麼呢 就在這裡 第一個你有了韓國的Google帳號的時候 然後這款遊戲是 第七名目前的營收 欸不是目前的熱門第七名 點進來 那你要去做更新 他要你驗證這個 真的是他媽的第一次遇到這種東西 他說這個遊戲是限制級的 所以你要打這些資料然後 你要告訴他你是成年人 搞得好像這個HGAME一樣 就吸狼 他媽的真的是看人賭狼 先把他關掉 你就不要通過這裡來安裝了 不要用正規的方式去安裝這個遊戲 你就直接到 網路上去抓APK檔 那APK去哪裡抓呢 我帶大家看 APK檔 打的話 反正很多人都不知道這韓文怎麼打 你就 去複製喔 先截圖 截圖之後呢 再用圖片翻譯喔 在 手機可以進行圖片翻譯喔 那很好笑齁 你如果來這裡 你找不到那個圖片翻譯的功能 你看這裡沒有圖片翻譯的功能 這是一個很 很好笑的事情 你在手機可以用的圖片翻譯到 這個電腦版 並且不能用圖片翻譯喔 那所以你在這裡你就用手機拍一張照 然後到谷歌翻譯去用圖片翻譯就可以了 你如果不知道圖片翻譯的話 你可以到我的頻道搜尋圖片翻譯喔 你可以找到那個如何去 去翻譯韓版的資料 那你如果要安裝這個遊戲 你就從這邊進來 你直接下載APK 然後把它丟到BS模擬器裡面 你去關了一個BS 然後直接把檔案拉進來 你就可以安裝了 那你就可以繞過剛剛那個 驗證18歲的那個地方齁 那這遊戲真的還算蠻不錯的啦 如果說你把 一定要對戰的這個觀念拿開的話 現在很多遊戲都沒有對戰嘛 而且反而還賣得不錯齁 那這款遊戲他是沒有 目前我這樣看起來是沒有對戰啦 然後他只有三個角色 這裡有三個角色 然後他主要的玩法就是你要帶機器人 你看 你看這個機器人很白癡齁 然後你會有一個很亮麗的女角 大概是這樣 這人物做的還不錯 然後這款遊戲的特色是什麼呢 這款遊戲就是 你要一直掛 跟英雄之戰一樣 掛越多越厲害齁 那因為剛開始玩了 還搞不太清楚到底是在幹嘛 然後 這裡 再一次齁 所以呢 最主要的重點就是說 今天有人在問 你要如何去繞過那個 驗證18歲的地方 你要繞過驗證 你就是先去APK檔抓好 然後丟到這裡面來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用模擬器來玩還蠻順的 我現在這個裝置是760的顯卡 2GB 不怎麼樣的顯卡 中低階的爛顯卡 再來呢 我們來打個幾場 目前這是4之3 我的戰力有6萬5 需求的關卡 關卡需求是4萬6 然後你點這個好像會增加獎勵吧 那他相對的扣的疲勞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按這個 那我讓他自己打 這其實 就是一個放置型的手遊啦 你要怎麼去定義他 放置型手遊 那你要說他多有操作技術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就看這些東西自嗨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暴力啊 有一些乳窯啊 然後露內褲這樣子 你看這個 這個跑步的動作 那個屁股都已經在搖動了 然後內褲都飄起來了 那個裙子都飄起來了 所以看到內褲 那畫面 我這樣看起來是還蠻不錯的 某些程度上我是覺得他 做得比英雄之戰還要棒一點 打擊感跟物理運算都有 所以有那個物理運算你就會覺得 這個打擊感好像還不錯 那人家會說龍之谷為什麼沒有打擊感 因為他沒有物理運算啊 你看他這個機器人 躺在地上的時候還會 還會彈了幾下才完全貼在地上 所以這個就是物理運算很重要的地方 那大家都知道物理運算是一個很吃之源的 需求 物理運算的需求就是吃之源 我來看一下放大招 沒有大招可以放 吃了 那他的衝裝結構其實跟英雄之戰很像 我來弄一下裝備 看一下我的裝備 這就是副本型的遊戲啦 其實大同小異 點進來嘛然後強化 其實我是看不懂耶 我用猜的 他是好像有屬性 我要再跟群組的人討論才知道 多了600 不是也沒有多多少 好上一頁 這遊戲好像開大概兩三天了吧 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零好了 那其實我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模擬器要開起來掛 你這個用手機掛整天是很髒的一件事情 很燒你的手機 技能 這很煩的一直跳出來 然後他這個遊戲啊 就是說你可以去帶你的寵物啦 這就是你的寵物齁 不要意外啊 長得很像白癡的寵物 然後這是他的 類似一些模式啊 那我那天有跟大家講的 這是PVP 那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 這是挑戰模式嗎 我來玩看看啦 我的戰力7萬嘛 然後他需求戰力只有1萬而已 這應該是像那個挑戰之塔的 我記得那天好像有進來玩 對很像挑戰之塔 那他的自動模式在右上這裡 你可以點 現在這個是自動 我要找一個可以放招的 這個是會放招的 你要多按幾下 因為有時候你 你按的剛好按到那個 不會放招的 只有普通攻擊的 他就都不會放 然後這個畫面視角沒辦法移動 所以你如果很在乎那些 可變視角的 在這裡就不行了 應該說在這個遊戲啊 沒有太多可以變視角的地方 那我這樣子看起來呢 手遊的畫質跟模擬器的畫質 兩者是幾乎差不多的 我沒有看到太大的差異齁 整體上我是覺得用模擬器是 蠻能夠接受的 那有的遊戲啊 你如果在玩模擬器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 模擬器畫面比較爛耶 然後 手機畫面比較好耶 那個是通常都會遇到的現象 你如果是 一般大部分的手遊啊 你會發現在手機上 直行是比較漂亮的 但是你在 模擬器玩起來就是覺得 掉了一點點 的美感 尤其你如果 對我這句話有 有疑問的話 你可以去玩 英雄之戰就知道了 英雄之戰 你看這個模擬器 只能開那個畫質 大概在3而已 他沒辦法開到全開的畫質 而且全開之後就超lag 那還有當時的天堂2革命啊 你開模擬器的時候 你也會發現 他畫質還是沒有高端 手機跑起來到漂亮 像那個 iPhone那個時候 跑起來就是最順色漂亮 這個都不得不承認 這些事情 iPhone還是很順 但是他最大的缺點就是 很多遊戲啊 像那個封測都沒有他的份 很多封測都沒有他的份 很多封測都沒有他的份 你就是乖乖來用模擬器 或者是買一隻安卓手機 其實這種iPhone啊 我們就覺得他是一個很 很自大的一個公司 他什麼都想要控制喔 這種人如果當你主管的話 你會很慘 他什麼事情都要控制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想像 那種悲慘的狀態 那我會這麼厭惡iPhone的話 在我大學的時候其實有一個故事 我在大學的時候有參與過手遊的開發 那那是一個 我覺得說那算是資管科 每個人都必經的一個過程 資管科你要大學畢業的話 就是要來一個叫做 專案開發喔 那個叫專題喔 然後那時候有學習一個叫做安卓模擬器 要去灌那個安卓模擬器 然後用電腦去開發 開發出那個手遊啊 那我們那時候做的手遊 都是一些很白癡的手遊 大概就是卡牌的那種垃圾東西 那其實你說那門垃圾的手遊喔 雖然已經很垃圾 但是我們還是不會做啦 我覺得 整個班級齁 四十幾個人 然後大概只有 四個人會開發這個東西 所以 我們其他的同學啊 都是躲在旁邊幫忙打雜啊 然後買飲料啊 供奉那一個會寫 程式的那個人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美術的 簡單講就是這樣啦 你美術的一個 會美術的耶 然後通常會寫程式的也一個人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參與過這個手遊的開發 那我當然剛剛要講的重點 不是說我們開發的過程怎麼樣 而是我們真正的體悟到 你要經過iPhone的整合 它是比較龜毛的 所以這個從頭到尾都是iPhone的問題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我們很主欄的就是 iPhone的整合 應該說你的iPhone要登記 你要登記進去加入那個iOS的整合機器 就是好像付3000多塊的樣子 然後他媽那時候還為了這種事情 然後把班貝拿去扣 簡單講啦 就是你iPhone 就是比較貴啦 整合也麻煩啦 然後我們要提交我們的遊戲上去的話 那一組帳號也要特別貴的錢 我是不太會形容啦 但是我知道那個成本就是比較高了 然後安卓就是比較輕鬆就可以進入了 他的門檻比較低 所以我們那時候對iPhone的印象就會覺得 喔靠這是死要錢 然後你說他真的那麼厲害嗎 他真的就 就把你把關的怎麼樣嗎 我這樣講啦 我用安卓用了十幾年 應該不到十幾年 我用安卓用了八年了 什麼叫做安全 你到那個Google Play上面 一句話啦 INC的那種 頂端開發的公司寫的程式 你再來安裝就好 我剛剛找了一下 我發現他那個標誌不見 他以前這裡有標誌一個東西 叫做頂尖企業開發的 一個小符號 那他現在把它拿掉 那我要講的安全機制 所謂的安全就是你不要去亂下載 你就好好的去 灌一些大公司開發的軟體 APP你就不要亂抓 那你就很安全嘛 所謂的安全就是你不要去點不明連結 然後你不要去 點一些小公司開發的軟體 那可能會有風險 大致上是這樣啦 那iPhone都常常講他有多安全多安全 那難道安卓就不安全嗎 安卓在我用了這幾年還是很安全啊 有什麼好嘴的對不對 那其實你看他的審核機制那麼龜毛 到底是他們審核的效率有問題還是 還是他真的很厲害 這個就很難講嘛 你很難去覺得說 這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 有的人做事情很快嘛 有的人做事情很慢嘛 我來看一下這個抽裝備 喔這個抽裝備真的 可是這兩個女僕做的不怎麼樣 手套爛欸 2000喔還差一點 我來抽一下這種的好了 看會不會比較好 C 再一次啦 越抽越走火入魔 哇靠真的是爛欸 這樣不行 來看一下他的傷層喔 這是鑽石 用美金買 欸 有裝到一個裝備欸 看一下 在這裡 強化一下好了 跟英雄之戰很像齁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要再來掛了啦 錄的差不多了 7萬的戰力欸 有人說他已經十幾萬了 玩得很瘋 我要再來掛 這個遊戲一定要一直掛 才會變強 那我盡量玩到比較後面一點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比較多的東西齁 來我把它堆疊 其實這個具體到底怎麼樣 我還是不太清楚 到底堆的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知道堆了會扣比較多疲勞就對了 然後按這個 這個中間這裡叫做重複練功齁 然後只要不小心升級的話 你畫面就卡住了 他會出現在那個你已經升級那裡 然後你就必須再重新按一次了 真的很龜毛 好讓他繼續掛 那先錄到這邊 glucose 有一個 分皮 Fisher